意大利南部海域在26号凌晨发生了一起移民船沉船事故 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59人遇难 当中包括12名儿童 另外有81人获救 现场搜救行动持续 遇难人数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这一次的船难深表悲痛 并且表示要阻止海上的非法移民 以防止更多此类的悲剧发生 26号傍晚时分 意大利南部卡拉布利亚大区东海岸一处海滨度假升地附近 多了一排又一排的棺材 据报当局准备将移民船海南的遇难者遗体 转送到附近小镇的体育馆暂时停放 现场周围遍布一缕杂物 出示移民船的半截残骸还在岸边的波浪中 船难发生在当地26号凌晨 据报道 事发前 这艘移民船正试图进阿尔尼亚海登陆可拉布利亚大区 据幸存者描述 船上当时有约150至200人 由于装载量过大 没有承受住巨大的海面风力 最终撞上了礁石 断成两节 警方消息说船上的人大部分来自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斯里兰卡 撞船后根本没有时间呼救 幸存者仅凭借自身力量到达海岸 意大利当局已把他们送到临时避难所 现场搜救行动继续 但恶劣海况增加救援难度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对这次船难深表悲痛 并表示要阻止海上非法移民 以预防更多此类悲剧 梅洛尼领导的右翼政府去年10月上台以来 对非法移民采取了强硬立场 而至意大利内政部数据显示 去年有超过10万名移民 抵达意大利海岸 比2021年增加了约3.8万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